经文 有没有什么问题 大家看一下 我们今天从118章开始的 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这个 118篇27章 27节 27来怎么样 就是这个后半部分 能不能再给这个解释一下 OK好 我们先讲 The Lord is God 这个没有问题 耶和华就是神 He has made His light shine upon us 他让他的光 make His light make什么什么东西 就是这个是 他是有主动权的 他让这个事情发生 他让他的光 Shine upon us 用一个appound appound就等于on的意思 OK 所以是他在上 光在上 我们在下 照在我们的脸上 所以我们这个光也表示 他的恩赐的意思 是不是 所以他呢 就让这个光照在我们的脸上 这个恩赐 OK 下面这个地方有一个 OK with bells OK 这个balls 你们怎么解释 什么意思 我怎么查了写的是树枝呢 树枝 OK 好 还有谁查到是什么 有没有谁查什么 什么意思 我也查到这个 这个 with bells in hand 这个是树枝 打树枝 树枝 OK 那树枝跟后面那个有什么关系 树枝有什么关系 我也是就是这里 这个join in the festival procession 这个festival procession 它就指的是欢庆游行的队伍吗 啊哈 right up to the home of the altar 这个就是属于这个圣殿的脚上 这样 这个我就不理解 所以 后面这句话 我也是不理解 所以想请教老师 OK 这个 OK 第一个 他这边讲的是说 他说用绳索 把祭祀的牲畜 拴住 OK 这个 我觉得这个地方呢 有很多种 有几种解释的方法 OK 有一个 一个就是说呢 他们讲的是这个 Balls呢 OK 一个是一般我们看说是树枝 OK 你要把这个 你知道你要把牛牲畜或什么什么固定住的时候 其实你是需要一个树枝把它固定住 这是一个说法 OK 还有 还有没有其他的说法 难道用那个树枝赶牛吗 我觉得他 是不是说 有的那种树枝 这个 他如果柔韧性够好的话 他可以编成绳索呀 是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 我不知道是不是绳索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树枝是 他是要把那个 他等于是 好像 树枝 把那个 那个牲畜 让他能够固定住 我以为是这样子 哦 就是牲畜的那个 那个拽他的那个绳 然后拴到树枝上是吧 对 没有错 因为你 你光用手拽着这个绳子 拉着这些东西 可能不容易 比如说如果你赶着牲畜的话 如果是一头牛 两头牛 三只羊 五只羊的时候 你用一根树枝 把这些东西 统统绑在这个树枝上 是不是比较容易 with bells in hand 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 控制那些动物的东西 是不是这样子 嗯 这个地方 我不知道 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你们记得 那个 在 在那个 那个什么 耶稣进撒玛利亚城的时候 你记得吗 不是 进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们手上都是拿着树枝的 有没有 哦 手上 嗯 对 那个是bells 可是通常是palm tree 应该是那个棕榈叶才对 应该不会用bells这个字 OK 所以我 那个想法 我就排除了 所以这个bells in hand呢 我觉得是 应该是不是 他固定这些牲口 因为他这些是要去祭祀的 这个我就不知道 我可能要去查一下 OK 好 joining joining是参与 我们就参与到 festival procession 这个procession指的是什么 游行吗 游行 OK 所以显然是欢天喜地的 要去游行那个地方 要进圣殿 是不是 joining the festival procession up to up to 你注意这个 up to up to这个用法 一般就是一直到什么地方 要不然up to 就是往上走到什么地方去 往上走到什么地方去 OK 好 所以大家看一下后面这个是谁 Susan给我们的一个帮助 她后面写的 她说是树枝是指什么 树枝或大树的分枝 通常用于表示特殊的场合 或庆典中 手里面要拿树枝 OK 所以有可能是在庆典里的时候 他们要拿这个树枝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OK 要向这个祭坛的脚行进 OK 好 所以因为我知道在耶稣进撒玛利亚城的时候 他们手上都是拿着棕榈叶 那个大的树枝 我为什么记得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教会那时候还发了几个树枝给我们 发了几个那个棕榈叶给我们 就是象征的这个 很多天主教教会在这一天也会有这种棕榈叶的装饰 这样子 OK好 所以他们加入 joining the festival procession 加入这个游行了 up to the horn 一直上到什么地方 一般来讲祭坛会比较高一点 right 祭坛会不会就放在地上 不会放在坑洞里面 这个auter的话 祭坛应该是比较高的位置 up to the horns of the otter OK 这个祭坛的四边是有角的 如果你们读了这个立位纪啊 什么的 讲到祭祀的部分的时候 他们描述的非常详细 把那个祭坛里面或圣殿里面的装饰应该是怎么样 包括祭祀身上穿的制服是怎么样 他们都解释的非常清楚 这个horns在祭坛的四个 它是有四个角的 这个角是动物的角装饰的 是没有错 so horns OK 好 所以我的理解是这样子的 可以看后面 这边这个fasto 这个老师你说一下 哪一个词 fas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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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形容词还是名词 形容词吗 名词是fasto 是形容词 形容词 我们学那个festival based to the形容词 yeah 你们学过festival right 这个有没有学过 yeah 节日 就是那种欢庆的节日 就是会唱歌 会跳舞啊 那种的 OK fast 我们现在是fasto 是不是 基本上fasto 本身就是一个节日 就是一个大吃大喝的时候 叫fast OK fasto procession 指的就是我们节日欢庆的时候那种游行的场合 OK 明白了 谢谢老师 好 老师这个游行不是还有一个叫什么 pa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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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 yeah 也有 parade是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 叫美语 叫parade procession的话 比较正式 yeah 比较正式点 像人家那个 犹太啊 那种节日啊 或者什么东西的游行 一般用procession yeah parade的话是我们 自己就可以办一个 比如说像我隔壁城市 以前办过一个 自己选个日期 他们多半都在夏天的时候 因为夏天大家比较有空 天气又好 夏天时候他们办一个宠物游行 就每个人都可以抱 只要你家有狗有猫 能牵出来 有鸡 都可以牵出来游行 你高兴就是随着大队伍这样走一阵 让人家看一看 那美国人这时候一定会把自己的宠物打扮得很漂亮 可以故意给那个鸡的头上带几朵花 猫的脖子上穿个什么东西 狗穿个背心出来啊 就这样子 就好玩的 所以他们会办一个这个parade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那个parade怎么写啊 怎么听写啊 P-A-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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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这样 parade parade就是 parade现在在美国已经就是 你高兴 比如同性恋他们这一批人 他们可能就某一天 大家选个日子 他们喜欢穿的奇装衣服的 就去parade一下 你只要跟当地的警察去登记一下 这个市政府登记一下 你想怎么游行怎么游行这样子 那中国的话 中国城常常在 比如说我们的端午节 我们的什么东西 我们也来搞个什么游行一下 OK好 那么其他的问题 我们看看 老师这个 119篇的这个第五节 第五节 这里边这个 that my way or stay the fast 他这上就来个that 这怎么个理解 oh my way 为什么要加这个that 是不是 这是个好问题 他是不是 是一种 不知道呀 不知道呀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要接上一句 有没有要接上一句的意思 so that my ways were steadfast in obeying your decrease 会不会有这个意思 you have laid down perceived 因为 最后半节都是that 对不对 有没有可能就是 加强语气一下 that are to be fully obeyed right 就是神的这些训事 OK that are OK 神的训事是要我们完全遵守的 OK 那遵守了以后呢 that my way were steadfast in obeying your decrease 因为 跟这个前面是有点关系的 前面讲到神的训事 接下来是我们要遵守他的律力 是不是 只能这样解释 其他我就不知道 有一点 就是 因为遵守了您的律力 遵守了您律力 所以我的 我的路 我行的事就更加坚定 yeah that's right 因为四节跟五节是有点关联的 我觉得是有点关联的 yeah 对 我查了一下 好像是 有点按中文来说是 多么的意思 yeah 多么的意思就是 表示希望或愿望 嗯哼 他不是 所以他翻译的是但愿吗 yeah 但愿怎么样 啊 那那那应该是 等于是一个廉词 这种口气 哦 啊 啊 我多么就是好像 嗯 希望 或者说 都有这种口气 对 没错 啊 但是有感叹 感叹的口气 可能平时我们用的比较少 可能 嗯 没错 这个毕竟是诗歌 有些地方没有办法 是 是 是 我问一下 你们这说哪个词呢 我怎么听了半天 不知道人在说什么 119篇的第五节 啊 Got this 讨论这个 在这是什么意思 插了一下 应该是个廉词 表示多么 呃 就意思是多么 就是表示一种希望和愿望的意思 哪一个词啊 that oh that my ways that st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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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那我就为什么要放那个that 我能理解这个that 在这里是因此的意思 我查位是忠诚的呀 这怎么这点和这点不一样啊 不是that 不是stead st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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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词 oh that my ways st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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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理解的这也是因此的意思 st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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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我认识的意思 也没有什么难理解的 但是我就不知道你们在说哪个词 我听个半年也没听你们 就是那个that that 你看 旁边 下面那个that that 就那个字 嗯 嗯 因为所以的意思 因为所以的意思 我觉得 嗯 嗯 因为遵从您的利率 所以我的道路更加坚定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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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下面是那个神的命令 下面是人的回应 你怎么说的我应该怎么回应 反应 第四节 you have laid down precepts that 啊 to be fully obeyed 然后这个 这个和前面那个that 是并列关系 对 Laid down precepts that 什么什么 that my ways were at first 就是 常常你诗歌的时候都还有这种 把前面的半部 ok再重 这个是表示目的 这个应该是表示目的的 嗯 这个是表目的的 然后那个应该是表愿望的 嗯哼 嗯 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 老师我有一个 哎 请说 怎么样 Mary怎么样 我想我吗 哎 Mary 稍等一下啊 姐妹稍等一下 Mary McDavid 你说怎么样 啊 就是我看这个 嗯 也是这个一百一十九篇 然后你看这个第二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甚至第六节 他有这个 然后 precepts 然后degree 啊 或law 当他在这里边 虽然用不同的词翻译出来 但是基本上大概的意思 都是属于法令 法法条 这种 上帝规定的 这几个词儿 是说 只是为了不重复 还是 他也应该也有所区别吧 这几个单词 是有所区别啊 law是最大的嘛 对不对 law是最大的 嗯 然后是有一些区别下来 但是呢 你你不要太追究这个 因为在诗歌里面 对对对 在诗歌里面的时候 他不可能完全很理性的 因为他诗歌里面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对于老百姓来讲 很多老百姓也分不清楚 law statute 或者什么东西 ok command 那所以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诗歌在读起来的时候 不要太拗口 然后不要重复的用同一个字 其实他最大的目的在这里 对没有错 不过我们知道最大的就是law ok commands的话就是任何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 上帝叫你站着 你就不要坐着 这个就是commands了 ok 所以commands包括很多很多东西 law的话呢 大到就是说 比如说十戒啊 这是law 绝对不可以翻的 ok 最大最大的law ok 然后再来下面就有statues right 现在的语言里面再往下分就有decrease 就有decreate 律例 对不对 律例 大概有个概念 percepts呢 percepts是他训施你的话 你们注意啊 做人要诚实啊 这个是percepts 但是他有的时候可能不见得是个law 法条式的 对对对 percepts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时候在家 我们以前有什么 朱子家训 有没有 朱子家训 或什么什么人写家书 儿啊 必须什么爱人已成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这种就是percepts 你可以 但是他真的是你们做成一个法律 贴在你们家门框上的 到不见得 但是这是我父亲训施我的 ok 所以percepts percepts就有一点就是说 长辈或者是有权柄的人告诉我们 我们必须遵守的事情 至于他是否真的成为全社会的法律 简德 但是percepts比较强调 比较倾向于是不用讲太多 如果这根本就是约定俗成的事情 你爸爸跟你说儿啊 你要代人已成 这事情不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吗 他就是最提醒你 你千万要注意啊 你代人要诚恳啊 不可以骗人啊 不可以什么什么东西 是吧 但是至于你真正骗了人以后 你犯了什么法规什么法条 那完全就是law 是吧 ok 然后你在骗人的过程里 你杀了人 哇 实践里面告诉你不可杀人 那你这个罪可大了 是吧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那么其他的问题 这个 118 Rost 35 等一下 等一下啊 刚刚有一个姐妹 我没有听到她的声音了 刚刚有一个姐妹 对不起 你是你是说哪一节 刚有一个 我是说的118章的第28节 28 OK好 25 第二个 这个这个词怎么念这个 ex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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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lt基本上是把一个人高抬起来 exalt 在这里呢 引申起来 引申出来的意思就是尊崇 特别把那个人给尊崇起来 我要尊崇你 exalt yeah 常常在诗篇里有 提到这个 in 就是发 ex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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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x這個字母分成两个音 g跟z 所以是exalt exalt exalt exalt就跟着后面 z a l t 这个部分 exalt exalt 那第一个字母不发音 这个字母有发音呢 对 它就是发音 Exalt Exalt Right 好 Thank you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Internet 这个上面的这个 Verse 25 OK 25 We can see the last sentence Grand Art Success 这个Grand Art Success Grand 这是属于赐语和给予的意思 赐语 上对下 有权柄的 对没有权势的人说的 那客气的时候 你也可以用Grand 我今天来你们学校 这个 发表一下感言 什么典礼上 我说几句话 我是毕业生的代表 我感谢这个学校 每个月 赐给我奖学金 5000元 让我在 该校这个顺利毕业 这就是一个Grand Grand Yeah That's right 可是这个 我有没有必要讲Grand呢 其实我没有必要 但是基于礼貌客气的原因 我可以讲Grand 我们结婚的初期的时候 我的岳父岳母 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That's a Grand 50,000 给了我们5万块人民币 让我们去买个枪买汽车 比如说这样 That's a Grand 就是完全从说话人的 眼光跟角度来看 OK 我在生病的时候 哇 你给我的一个什么东西 那当时确实是 酒汉风干凌 你给我一个很大的帮助 That's a Grand 对我来讲就是一个Grand OK 然后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没有其他的问题了 老师 林老师 119章 13节有个Recount Recount 第39节 还是多少 不是 13节 119 对 就在这 OK好 Recount 我们知道吧 Count 什么意思 Count 数啊 算啊 算钱 有没有 银行柜台 在那里 算钱 123456 多少张 这个是 Count Recount呢 从这 一直数 从数 一直数 就是等于 Recount 是再一次 数清楚 对不对 我算一次不够 Recount 再算一遍 引申出来的 这个意思呢 就是叙述 或者是 诉说 OK Recount 就是这个事情 已经发生了 那我把它 再说一遍 再叙述出来 有点像 Valerie老师 给我们的 Retell 一样的意思 好 那你注意这里 为什么要用Recount呢 是有原因的 D comes from your mouth The laws that comes from your mouth 所以这个律法呢 是从神的嘴巴 里面说出来的 从他的嘴巴里 出来的 我呢 我做什么工作 他说出来以后 我用我的嘴唇 I recount 我等于是叙述一样 再把它再说一遍 神说 比如说十件 不可以杀人 我马上叙述一遍 是 不可以杀人 这个叫Recount 所以十三节 给你什么感受呢 表示神说的什么东西 你马上就叙述出来 再说一遍 那当然就是 你要遵守咯 是不是 她很认真地 对待这个事情 是的 没有错 So Recount 你妈说一句 晚上十点半以前回家 你马上复述一遍 是的 妈妈 十点半回家 这个就是Recount OK Thank you Thank you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问题 这个Riches 它是加了ES 负数就是加ES 哪一个地方 哪一个字 下面 In Great Riches 这个 In Great Riches Yeah In Great Riches Yeah Riches是表示 很多的财物的东西 也一件很多的东西 Yes 是很多的东西 OK 所以我很高兴 对不对 我很喜悦 我喜欢神的法律 喜欢神的东西 就如同 他要比 比道一下 就好像什么东西呢 就好像一般的人 喜欢那些财物一样 他们没有人不喜欢钱的 一个钻石 两个钻石 三个钻石 数得好高兴 是不是 他们喜欢这些财物 那我呢 我是喜欢神的律法 OK 我那个喜欢的程度 就像是一般的 俗世的人 他们喜欢这些财物 一样的道理 OK 好 嗯 明白了 好 Thank you 老师这一句 你再读一下吧 就这十四节 I Rejoice in following in following your statutes as one rejoices in great riches Reaches Reaches 后面不卷舌 没有 R的音 Reaches Reaches yeah that's right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这个 没关系 姐妹 姐妹一行好了 姐妹怎么样 好嘞 谢谢 119篇的这个 十四节 有一个rejoice 就我们刚才看的 这段 rejoice 这句 还有就是 16 是delight 是不是 其实意思是一样的 也是 差不多 差不多的意思 对 对 delight呢 通常 rejoice呢 通常在圣经里面用的 比较多的是说 多一些 比较多一些 对 没错 是不是他这种喜悦的程度 会更大一些 有点欢呼的感觉 很欣喜的感觉 delight 比较强调个人意志 I'm delighted in 我喜欢什么东西 我有特别 对哪一种东西 特别的喜好 这个东西会让我快乐 OK 我们可以用delight OK 比如说 我就是特别喜欢上海的春天 假设这样子 OK 这个可以用delight OK 但是这个东西 是不是有让我 高兴到什么程度 OK 我每次到哪一个城市 比如说 我特别喜欢四川的夏天 我一到那里 我就手舞足蹈 那个天气让我 简直高兴得不得了 你就可以用rejoice 然后这个第四节 还有第八节 有一个fully 有一个artly 是不是也是意思差不多的 第四节 我看一下 第四节fully obeyed 第八节有一个artly 是不是也是 这个地方 to be fully obeyed 要完全遵守 不可以打八折的 OK 所以神说什么东西 他训施我们什么东西 我们就完全照做 这个是fully obeyed OK 我们看第八节 这个artly呢 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字面上我们在中文 翻译的时候 意思差不多 是不是 差不多 OK 这个artly呢 是有一种 就是说他也有不堪的意思 就到极限 决定 OK 就是彻彻底底的 完全的舍弃我 所以他不见得是 那个fully的意思 他只是形容你这个 等级很高 高到你完全不要我了 artly forsake me 所以artly常常有的时候 不见得是 很好的意思 artly 这个artly 是 那个fully obeyed 也是一个很好的意思 中心的吧 对 就是artly的话 这个fully的话 就是说你这个 完完全全的都做到 对不对 都照做 artly forsake 这个artly是指 他的那个等级 很高 极度的 到非常很过分的 到最高等级的 那种方式 根本毫无 他就完全不顾我了 这种意思 绝对的 全然的 非常不顾我了 就不要我了 叫artly 所以你不会用 fully forsake me 这两个不是等同 完全可以互相对 在中文的翻译里面 好像都可以说完全 是吧 但是我们 在英文的意思里 不完全 不是完全等同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artly forsake me的话 常常都是讲 不好的意思 表示这件事情 做到极限 彻彻底底的 咱俩彻底分开 今后桥归桥 路归路 这个时候你用artly 你不会用fully 对不对 用起来就怪怪的 不对 fully fully通常都是 在这个事情里面 你把它做完整了 做完全了 完完全全 没有落掉一点点 我们讲fully 对不对 artly就是说 这件事情的 已经做到彻底决裂 这个叫artly 今后你一句话 也不准对我说了 我们桥归桥 路归路 在路上看到 也不可以打招呼 这是artly 你不会用fully 对不对 嗯 我说我完全吃饱了 我可以用fully 我完全full 我都已经肚子装满了 满到喉咙顶了 再吃就要吐了 你可以用fully 但是你不会用artly 对不对 ok 好 谢谢 也就是这个artly 就有点 这个absolutely 这个意思 extremely 达到极限 extremely yeah 已经到极限 artly是extremely 绝对的 yeah 绝对的 嗯哼 那是他通常 有不好的意思吧 这个artly 做好的事情 我不用这个artly 那你讲什么事情 看你讲什么 大部分artly 都是不太好 就是把这个事情 已经推到极限 他们之间已经水火不相容了 这个是artly 我们不会用fully 对不对 就是水不容易火 他们已经完全到了这种地步 我们叫artly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不可能回头了 ok 这个乌克兰跟这个苏俄已经打起来 这件事 artly fight 他们完全不会再回头了 决裂了 ok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就是前边这个词 就是第八节 前边这一句 这个是 dexis吗 什么字 就是刚刚这个词怎么念吗 decreate decreate decr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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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第二个音节 中音 decrease decrease 对 那不是底下这个九节 他九节怎么样 How can a young man keep this way keep his way pure by leaving according to your word 这个according to 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尤其在我们写信件中 是经常用到 就是 cord to 根据什么东西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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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们常见 according to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 decreate跟那个statue decreate是定下来的法令 那个statue是一条条的 那个 decreate是在statue的下面 哦 日历 通常是在statue的下面 哦 是这样的 嗯哼 decreate是比较小的法令 哦 法令 哦 那个statue 大一点的 大一点的 对 哦 是更大 更大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民法 那个民法的法 你就用 law 他是一个 哦 他是一个 那是 好 这个下面 下面一些 verse 10 是 是 here 呃 迷途了 迷路了 不知道该到哪里 他在那里晃荡 叫stray 所以他绝对是偏离正道 我本来是要去上海的路 我现在上了不同的火车 一下坐到宁下去了 这是stray ok stray from your commands 就是完全偏离了神所吩咐的命令 ok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别问一个这个是stray 啊 那我记得之前有学过一个wonder from 也是偏离的意思 和这个有什么区别呢 stray比较呃 stray比较单纯的就是说他迷路了 不知道在哪里 ok wonder的话呢 通常是在那里晃 打转转 对 在那里晃来晃去 可是他wonder强调的意思跟stray比较不太一样 stray的左眼点就是说你今天已经没有走在你该走的路上去了 就叫stray ok 没有别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 wonder是wonder是指的说这个人在晃 晃来晃去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就是你看出来的效果可能差不多 可是wonder比较强调是这个人不知道自己要去什么地方 所以比如说40年在旷野里面是wonder 因为神让他们在那个地方 神让他们40年在旷野是有目的的 因为那个时候中间犹太人犯了很多的罪 必须要把这些罪都清除掉以后才会带他们进迦南地 所以他们在那里是游药 所以他们在那里是游荡游晃 ok 神有意的让他们在那40年在那里晃 stray是说本来已经给你一条路 告诉你啊 你走这条路你就是去上海的路 你老兄呢迷路了 已经迷到另外一条路上 已经到宁下去了 这个就是stray 所以stray强调的是 你没有走在该走的路上 叫stray wonder呢是你自己故意在那里 晃来晃去晃来晃去 有没有夏天的时候有时候在外面 你在干嘛 在外面晃来晃去 没什么 我也没什么事做 就在那晃来晃去 对不对 那个叫wonder 这两个单词在这一方面的意思呢 以外 我看好像他们在很多方面都有很多的意思 我就不太明白 就能不能讲一下 他们常常用这两个词在什么方面 在日常生活中 他的动机不一样 你用的动机不一样 wonder 看出来的效果 有的时候你看他们俩都在那晃 但是stray呢 本身比较重的意思是强调说 你是迷途了 而你已经走在错的路上了 你不该走这条路 这个完全不是对的路 你自己已经迷路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个叫做stray 或者是你在那里流浪也好 反正你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样 你已经走在错的路上了 wonder呢是 就在那里晃来晃去 你就在那里晃来晃去 在生活中 你就说日常生活中 我们要用这两个词 常常用在什么方面呢 depends啊 夏天我们出去逛街 ok你们在干嘛 we just wander around ok wander around 我们在那里晃来晃去 我们也不知道要去哪里 我们就是夏天天气热 不想待在家里面 这是wonder 跟stray没有关系 对不对 因为stray讲的是 你在那里迷路了 如果说我走走走 走到哪里 我是要去这个小区的 一号三楼单元 你这走错了 你现在这里是五单元 这个就是stray 你刚刚从那个岔口 应该往右走 你怎么往左走呢 往左走就是stray 这两个单词就是 使用频率都挺高的 用在哪些方面啊 用在哪些方面 用在你需要用的地方 比如说wonder 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说夏天我们出来 天气热 不想待在家里 我们就会 然后迷失了 偏离了 除了这之外 还有其他方面用的多吗 不晓得啊 就这样子啊 stray就是形容 你就是走错了路 迷路了 ok我去登山 ok这边本来走这条路 应该到我家 结果我错过了一个路口 就迷途了 就走错了 那就是stray stray的意思 它就是等于be lost 迷路了 get lost 对 wonder就是闲逛 游荡 漫无目的 wonder是走来走去 放来放去 比如说我可以报警 我家门口有一个人 老是在那晃来晃去 然后警察问他说 你干嘛 你到底什么事啊 没有啊 我就在这里散步呗 可是他表现出来的情况是 他在那里 wonder around 他在这个附近 晃来晃去 没目标的 走来走去 stray呢 强调就是这个人迷路了 这样子 为什么 汪德 什么开小餐 他们小餐 等一下 等一下 姐妹你说什么 我说 看那个字典上面解释 Wonder有好多个意思 什么开小餐 走绳 往别处看 什么 还有那个河道 河流 蜿蜒区 我没办法替字典解释 OK 那他要讲说什么开小餐 或者什么 看他句子的上下文 因为你知道有很多中文的翻译 是跟着英文的上下文来看的 所以我就不能在这里 倒回去解释说 你这个开小餐 什么什么东西 OK 你要看他句子的上下文 我们这里解释最多就是说 OK stray是一个迷途的状况 他已经走在不对的路上了 这种情况是stray 他有一个固定 他要去的地方 我准备要去东门的菜市 想买菜 你走这条路去西门了 这个是stray 马上就知道 Wonder呢 Wonder通常都有 走来走去 晃来晃去 我自己本身就不想有什么目的 我就在这里游荡 这就是Wonder 明白了 谢谢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我刚才我的理解 你看这个 刚才那个姊妹也说了 Wonder有这个 什么开小车 其实他也是围绕在 他的主要的含义 就是恍惚 没有主意的这个意思 你徘徊不也是吗 对吧 你在原地打转转 你就是不知道我要走向何方 或者我要去哪里 其实那是主意 其他意思都是隐身的 然后在偏离这个意思上 他们是有类似 从我们中国人 中文的那感觉上 都有偏离这样的字眼 但是我的理解 stray呢 更多的是偏离 真理 真道 这种思想意识上的东西 然后这个Wonder的那个偏离呢 比如你偏离航道 就那种具象 比较就是具体物体的那个偏离 所以它还是不太一样的 我感觉 就层次不太一样 就是那个云 它在云柱上 晚上是火柱 所以那个云开始动了 所有的犹太人 12个之太 10万人 必须跟着走 对不对 对 没有讨价还价的 对 就跟在沙漠上一样 对 那朵云停下来 你就停下来了 神没有一开始出门的时候 就告诉他说 我现在带你们去 去苏州 到广州去 神没有说这句话 你们就看着那个就走 所以这个完全是wonder 对他们来讲 神知道方向 他们不知道方向 所以他们是wonder 所以没有street的问题 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 走对走错 是不是 但是事后以后 我们现在后代的人 看他们离开埃及地的那一点 一直到迦南地的那一点 两点之间 其实才两个礼拜的路程 才两个礼拜 我们会觉得是一种 是不是street啊 因为为什么两个礼拜 你们走了四十年 但这四十年是有道理的 神让他们在沙漠里待四十年 是有道理的 有一些人 神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 我不会带你们进迦南地 也不会带你们去 那个留着乃与蜜的地 有些人就必须死在 这个沙漠里 包括摩西在内 对不对 神有他的当代在的 就像姊妹在那个聊圈里 留的偏行几路嘛 这种时候就是street 对 偏离真道真理 是 所以 所以 那么这 怎么样 这跟走丢了那还不一样 是啊 street就是 是走丢了 这个走丢了是 是你已经 已经知道你是偏离了 或者有的人 死不悔改 也有这种 但是我觉得还有个词叫lost lost lost lost是一个口语上常用的字 i get lost 就是我常常 我根本不知道我现在在哪里 这什么地方 我完全不知道这什么地方 street是你有意识的 知道自己 有意识的你知道你已经走错 你在入了歧途 或者是别人告诉你 哎你走错了 你要去东门菜场 你这边是西门菜场 就那个讲话的人 可以用street来判断 你不是说你要去东门菜场吗 这条路就不会带你去东门的 是带你去西门的 这样子 i get lost 那个lost可以是很多很多的意思 ok lost的话可以 比如说我 我听不懂你什么意思 i get lost 你跟我说 哎我跟你说哈 你先把500块还给张三 张三然后再把300块拿给谁 然后再拿个200块再给谁谁谁 这个太复杂了 我根本听不懂 i got lost 我看后来树珊写的特别有意思 知道北不走是street 那个什么瞎转呢 烂转就是汪的 那我就多加一个 就是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 那就lost 你好你可以说你lost啊 可以啊 我根本不知道我自己在哪 可以说是lost 我根本无从判断 你也许你是走对了路 只是你不知道方向 对于说我都不 我都不知道我在哪 但是这个是street是知道 但他故意不走 不一定 不一定 因为有很多种状况 有很多种状况 可能他本人不知道street 别人看起来是street 对不对 所以要看发话的人用的字 以那个人的决定来做为准 我看你是穿黄的 你自己认为你穿绿的 有这种状况 对不对 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嗯 chapter 119 verse 16 ok 好 16来怎么样 verse 16 I did not in your decrees I will not I will not neglect your word so neglect is 忽死的意思啊 忽死 不管 哎 忽死 不顾 忽死这个事情 这个疏忽或忽死 有的时候是有意的 有的时候无意的 都有可能 两种状况都有可能 有可能是故意的轻忽 我就是不管这事情 有可能是 呃 我我可能 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忽死了 都有可能 那那个什么 那那个什么 ignore ignore和这个 这个ignore ignore ignore完全是 ignore完全是有意的 这个稍微静音一下 ok ignore的话 ok 把我静音一下 ok 这个ignore的话 完全是 你你基本上 有的时候不一样的意思 ok 呃 他们可以做同一词 可是在 某些状况下 不太一样 ok ignore的话 就是说 比如说我跟人家讲 你不要故意忽视我的感受 我你要在这个家里 你要尊重我的感受 或者什么 这个忽视 忽视有的时候呢 就是说 有些人是漠视 忘记 或者是故意忽略 这种情况之下 ok 所以 基本上呢 ignore的 ignore比较强调的 就是说 呃 有的时候 你你应该关注的事情 你没有好好关注 对 也就是说他知道 但他故意不理 对 没错 这样 这个ignore就说呢 就是真的没注意到 没留意到 就忽视了这个事情 对 但是有的时候 就是说 ignore比较强调 就是说 这个 很多事情 你你该关注 你该什么样 比如说有的人 对婚姻的问题啊 对感情的问题啊 会有这个问题 这样 yeah 但是I will not neglect your word 意思就是说 我不会忽视掉 我不会不管 不顾你的这些话语 这样子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没有了 有一个分享一下 就是 119篇的这个 十二节 十二节来 还有一个 Praise be to you 这个开始我也没太懂 后来查了一下 好像 Praise be 是一个短语 Praise be 是一个字 好像是 Praise be to you 这个东西一定要归给你 Be OK 我们上次讲过这个Be Be是一定要归给你 OK 没有任何情况之下 可以不给你的 所以这个赞美 就是属于耶和华的 就是归给耶和华的 Be to you 你不要用is 也不要用was 也不要用什么东西 那没有实态的 因为它是个真理 Be to you OK 好 比如说 我说 Beauty be to you 你就是美人 美的讲的 这是真理 你这个美的 简直不得了 全世界的 大家都赞同 你就是美人 Beauty be to you 你肯定是个大美人 就这样子 当你用Be的时候 用圆形的时候 就表示这个东西 就是个真理 毋庸置疑的 这样子 所以你读的时候 也要很中读 一般B动词 我们不会中读 对不对 B动词 但是这个Praise 的地方 Praise be to you 你那个B的念法 就不一样 你不会说 Praise be to you 你不会这样念 Praise be to you OK 好 谢谢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吗 Borst twenty 20 Yeah Borst twenty My soul is consumed with long in four You are lost at all times 所以你这个long in four 就是期盼和翘首以盼 是 就是脖子都拉长了那种 对 翘首以盼 好 你的律法 就是属于 at all times 就是无时无刻 不再翘首以盼 您的律法 这个重点不在翘首以盼 不在问这个问题 它的重点在consume Its consume consume很重要 OK 我整个人已经被consume了 我的心力都耗尽了 耗在什么上面呢 consume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后面这个原因 我已经被消耗殆尽了 My soul is consumed 表示我的心力被耗尽了 都憔悴了 OK consume worth OK 是因为我被什么东西给耗尽呢 OK 是因为我要这个 我一直在盼望着 一直盼望着这个 常常的盼望着你的律法 你的法律 OK 好 我一直由于 就是对你这个 无时的 对你这个 你的律法的 无时无刻的 这个 奇葩 用什么方法 我是用什么方法把我自己耗尽的 with longing for your laws 用这个原因把我给心力憔悴 给耗尽的 表示我太渴慕了 是吧 对 因为我一直念念不忘 常常念念不忘 所以consume with 用什么方法来耗尽我所有的心力呢 可以大量的消耗我的心力 是因为我一直常常的 一直盼望着这个 渴慕着你的律法 比如说有人 妈妈太思念她的孩子了 Right Her soul is consumed with missing her child 对不对 太想念她的孩子了 所以她的心力憔悴 可以这样讲 所以 soul is consumed with 什么原因 用什么方法把她的心力给耗尽 心力憔悴 所以这个重点是在这个consume上面 她的soul consume了 她的心力完全消耗殆尽 憔悴了 心力都憔悴了 用什么方法来做到的 with longing for 所以后面就是讲 怎么憔悴的 憔悴 比如说她每天带四个孩子 孩子哇哇哇 他心力憔悴 OK 所以后面可以放 带四个孩子前面 my soul is consumed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好 没有什么问题了 好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回到我们的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等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诗篇 诗篇里面的 我们今天要再回顾一下 我们看的东西 OK 把它放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看过的诗篇的片子 我们前面看一下 好 The Book of Psalms 它是一个继续的 150 ancient Hebrew poems songs and prayers that come from all different periods in Israel's history Many of these poems are connected with King David 73 actually and he was known as a poet and a harp player but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authors behind these poems there's the poems of Asaf are from the sons of Korah and some are from other worship leaders in the temple even Solomon and Moses have their own poems and nearly one third of these are anonymous 好 我们停在这里 很短的时间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介绍诗篇 这个它本身是介绍诗篇的 介绍诗篇的 我们来把这个 把这个文字稿上上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请大家念一下好不好 一个人念一句 就是念到那个 这个句号的地方 谁把我们念一下 好 第一个看谁来 The Book of Psalms 好 来 等一下 来 你先来 好 请来 The Book of Psalms 来 刚刚那个姐妹是谁 我没有看见 那一位姐妹开麦了 是不是 是 Lidia 来 是不是Lidia Linda Linda 不好意思 Linda 来 Linda 请读 The Book of Psalms 来 念一句 一句 It's a collection of 150 Agent Hebrew Poems Songs Prails Prails 听到 detta 对 JUST 唸到句点 语字 简 Hebrew Poems Po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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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ems Hebrew Poems 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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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Poems Poems OK 好 下一个我们再请下一位来 Andrew来 Andrew Many of these points Are Yeah Many of the points Are connected with King David 73 Actually OK 好 停下来 OK 所以我们知道 有70 150首 前面讲150首 希伯来的这个诗歌 歌或者是祷告 OK 所以它可能是 诗歌体可能是唱歌的 可以唱的 可能是祷告的 OK 好 然后呢 其中最主要的是 跟什么有联系 Connected with 跟 King David 大卫王 有关系的 Actually 其实是73首 事实上是73首 150首里面 有73首 是跟大卫王 是有关系的 OK 好 我们再来看这个 Lydia 055 的 Lydia 来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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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was known as A point And A harp player OK Po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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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诗人 诗人 它是一位诗人 而且harp player Harp就是有点像那个 竖琴的那一种的 OK 它是演奏竖琴的 所以她这个人 又会写诗 她又会弹琴 这个就是 非常厉害 又会打仗 是吧 太厉害了 OK 好 我们再来看 下面是 Alisa 来 Alisa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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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authors Behind these poems Very good 很多不同的 authors Authors 是作者 对不对 我们知道这些诗 是不同的作者 一百五十首 不是同一个诗人写的 是 Different authors Different authors Behind these poems 为什么要用一个 Behind 谁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要用 Behind Behind Behind是什么 在这些诗的背后吗 在什么 什么东西的后面 OK 我们常常讲 在一些故事的 在这个 比如说 唱个流行歌曲 之所以创作这首歌 它的后面 是有故事的 我们就用 Behind 什么东西的 后面 OK 我写这篇文章 后面是有很深的意思的 Behind the writing Behind the story Behind the song 都是在什么的后面 OK 在它的眼泪后面 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 Behind her tears 在它的笑容的后面 你看那个叫什么 全红蝉 哇 它练那个跳水 练得简直是苦命啊 在它的 这么努力的 态度的后面 它是有故事的 它为什么没命的 那样练跳水呢 因为它想要 赚钱救它的妈妈 OK 那个就是Behind 在什么的后面 OK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 这个是Eagle Eagle There's There's a poem Asap From the songs of Karon And some from other Worship leaders in the temple OK 好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人 写这些东西 Asap, Kora 这些是比较有名的 另外还有很多人是 Worship leaders in the temple OK 就是那些敬拜的领袖 敬拜的领袖 第一个你会想到什么 第一个你会想到什么 Worship leader 你会想到谁 圣殿当中那个是唱诗的吧 那些领袖的 祭司啊 祭司也叫做Worship leaders 对不对 神殿里面 这个圣殿里面一定都是这些人 他们在专门在管这些的 Worship leaders in the temple 在神的圣殿里面 他们是专门管 这一类的事情的人 OK 所以这个是这一类的人 好 我们再接下来再看 所以写这些诗歌的人 都不是一般般的人 所以他有讲有些有名的人写的 Asap Chora 还有一些都是圣殿里面工作的 这些敬拜的领袖 他们都是很有能力的 这些人写出来的诗歌 OK 好 再来我们看是 Mary Magdalene来 还 还 Even Solomon Even Solomon and Mothers have their own poems and nearly rest of these are anonym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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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不要mer 后面是mess anonym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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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后面不要mer 不要这个er 舌头不要翘起来 anonym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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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人不知道他的意思 什么叫做anonymous 匿名的 匿名的不知道名字 不知道是谁 这个没有 这个叫什么叫做 我们有个名词说比如说这个 捐钱的人是不知道名字的 是无名士对不对 无名士OK 不知道是谁的OK 所以呢很多像 Solomon这个没有人不认识他 Moses摩西 他们都有自己的诗歌 and nearly nearly就是almost 差不多靠近 约末有多少呢 one third 是三分之一 150首里面有50首了 三分之一 是完全无名士写的 完全不知道是谁写的 OK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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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 我们现在再请大家再把前面再来读一次 好不好 谁给我们再读一次 我们请这个 Jessica 从头开始 从这个 The Book of Psalms 然后再读下一句 It's a collection The Book of Psalms It is a collection of 150 Essence Hebrew Poemes Songs And Prayers That come from All different periods In a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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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that's right OK An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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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rew Hebrew 这个是 Poems Hebrew 是 Poems Po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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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个 E不发音是什么 Po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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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不发音 直接念 Po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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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ld Poem E很短 Po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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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ems Poem Thank you Gool Okay 我们看下一位 谁给我们读一下 我們请这个 Lidia 188 的Lidia 来 谢谢老师 Many of those Poem 这个是 Connected Connected With King David 17.3 Eternal Actually Actually 前面那个是 Are Connected With Are Connected With Connected Connected Are Connected With Are Connected With Very good Are Connected With Okay So I shouldn't Nelmi Lai Nelmi And And He was known As a poet A harp player 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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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p good Okay detal Harpino Do you 找我 Harpano три P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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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pal Pla Pla Ung Pla Pla Can 是指那个写诗的人叫 那个职业叫做诗人 Point OK 好 再来 John please John来 But But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A source Behind these points Auth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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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th是上下牙 中间夹着你的舌头 让气流通过 所以这th Authors Authors Authors是指所有的作家 但是很多不同的作家 Behind these points OK 所以这些150首里面 有很多是不同的作家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Jenny 这个是不是 Jenny 对 Jenny来一下 Jenny 好 OK There's the There's the poems of Asaf All from the sons of Kola And some from other worship leaders In the temple Very good Very good OK 后面有一个在问说 在学习诗篇 OK 因为我们这个视频 本来是星期六的时候 来跟大家 现在我们星期六就时间移到 我们的这个雅各书已经读完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把这个 移到这个时间来读 OK 好 最后一句 OK 最后一句 Even Solomon and Moses have their own poems 所以大家可以体会在那个年代 这个只要有名的人 有受点学问的人 应该都是会写诗的 OK 像所罗门啊 像这个摩西啊 他们这些人 他们都有自己的诗歌 Poems OK 他们都有自己的诗歌 然后最后告诉你说 Nearly Nearly就是差不多 Almost OK 差不多 OK 差不多呢 One third of these are anonymous 你把这个字学起来 Anonymous Anonymous 是无名诗 就是一百五十首诗歌里面 大概有三分之一五十首的诗歌 不知道是谁写的 不知道作者是谁的 OK 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 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两个贴 好 所以我们开始对这个诗篇 这个是一个纵观 对于诗歌的整个了解 The Book of Psalms OK 我鼓励大家多读 OK 因为借着阅读 我们可以多学很多的生词 The Book of Psalms 李白的诗歌 创作最旺盛的时期 什么什么时期 这个是远古 这个是远古 元朝 比如说蒙古人 入侵中国的时期 那个periods 有个时间点 OK 大卫王有关系 好 我们读诗篇就知道 很多都是大卫王 他创作的也有很多是跟他有关的 好 破折号后面告诉你说 到底跟多少跟他有关呢 73 actually 73首 所以你可以想见 这个是非常厉害的 150首的诗篇 然后里面73首 是不是已经将近一半 对吧 一半都是跟大卫王是有关系的 Actually 就是precisely 就是告诉你 事实上就是73首 他们有计算过的 And he was known He was known 所以这是个被动诗啊 你看看 He was known as a poet and a harp player 所以如果有人不认识大卫王的 他现在在这里 很简单的告诉你 他的 除了他是个王 能争善战以外 他还是一个poet 他是一个写诗的人 他是一个harp player Harp就是一种乐器 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的竖琴 比较小一点的 OK 甚至当时还有一种竖琴 是可以背在身上的那种 希腊有很多的 犹太有很多的游唱诗人 走到上海 在上海这里唱两天 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的 经运大鼓啊这类的 OK 今天我们到上海 我们就在上海开个场子 剧院在这唱两天 明天我们又到苏州去唱了 就类似像这样的 好像是一个art player But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authors 背后是很多不同的 完全是不同的作者 Authors 注意这个发音 Authors OK 好 There's the poems of Asaph OK 所以我们有这个 Asaph 的诗歌 Or from the sons of Korah OK And some from other worship leaders in the temple 好 你在信仰上肯定是很坚定 所以很多呢 都是worship leaders in the temple 在神的圣殿里面 做这个敬拜的领袖的人 OK 最后他告诉你 OK Even Solomon and Moses 甚至像这个所罗门 所罗门跟这个摩西 Even Solomon and Moses have their own poems OK 所罗门跟摩西 就是那个时代的有名的这些人 有受教育的 都要写下自己的诗歌 都有的 And nearly 差不多 将近 很靠近的意思 One third of these are anonymous One third OK One third 注意讲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 四分之一 八分之一 七分之一 讲的时候一定是先讲分母 再讲分子 所以one third 所以one是分子 Third是分母 对吧 所以one third就是下面一定要用叙述 上面要用分子是要用树木来表达 所以如果八分之七 你怎么说 有没有人会讲八分之七 所以如果是三分之二 怎么说 三分之二 所以你上面的数字是要用树木来念 就是正常的树木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这样念 下面一定要用叙述来念 然后跟我们习惯性的 我们先讲分母再讲分子 那个脑子要转过来 所以是这样 比如说一百二十八分之七 你要先讲七 然后再讲一百二十八 数字方面这个 就是你多练你就会 多练就会了 One third of these These就是指那些所有的诗歌 好 这些所有的诗歌呢 很多都是anonymous 都是无名诗 不知道名字的 作者不知道是谁的 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视频再看一下 大家再回忆一下 回顾一下 OK 把它放上来 大家现在应该理论上 我们都知道内容是什么 就可以很跟得上这个速度了 The book of Psalms It's a collection of 150 ancient Hebrew poems songs and prayers that come from all different periods in Israel's history Many of these poems are connected with King David 73 actually And he was known as a poet and a harp player But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authors behind these poems There's the poems of Asaph are from the sons of Korah And some are from other worship leaders in the temple Even Solomon and Moses have their own poems And nearly one third of these are anonymous Now many of these poems came to be used by the choirs that sang in Israel's temple But the book of Psalms is actually not a hymn book At some point in the period after Israel's exile to Babylon These ancient poems were gathered together And intentionally arranged into the book of Psalms before us And it has a very unique design and message That you're not going to notice Unless you read it from beginning to end Now to see how the book of Psalms is designed It's actually most helpful to start at the end The book concludes with five poems of praise to the God of Israel And each one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can you give us a few more questions This is really good I think you can share a lot of things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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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到119篇 就是没有读完 我想理解的意思是这样 我们现在是读到多少 118篇 对 好 然后今天的这个部分 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可能今天就在这里做结束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这样讲真好 你们喜欢这样子吗 就是说这样是不是对大家有帮助 喜欢喜欢非常喜欢 有帮助非常好 OK好 OK所以我们量不多 我们就是只有视频里面的30秒钟的时间 OK我们把这一段介绍一下 就这样子 特别好 今天的话大家欢迎再回来 OK好 这个上传我不知道 问一下Susan有没有 问一下Susan有没有看她 然后可以在群里面发这样子 这个视频把它下载下来 OK所以这个就是对诗篇的一个了解 这整个他们叫做Bible Project 圣经工程 OK 花了很多的钱 做这个视频 然后把这个视频翻译成世界各种语言 然后他们做的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工作 非常伟大的工作 可以文字稿可以发 对对对 我待会把文字稿给那个Susan OK好 大家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然后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在群里面讨论 或者是明天我们上课的时候 再讨论这样子 好 谢谢大家 Thank you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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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谢谢老师 辛苦了 谢谢老师